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书记徐令义任中央派驻专项整治工作组组长 中央即为巴士主任陈章勇任中央派驻专项整治工作组副组长 会议上徐令义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 薛克认识秦陵北路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问题 反应则是贯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 只是不坚决 不扎实 不到位的严重问题 亲信认识秦陵北路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问题 即包括政治上的问题 也包括行政业务上的问题 8月4日 彭海新闻 www.thepaper.cn 延近平北路西安境内实地走走多数发现 这一区商业地产级别墅群落较为密集 有的已建成十多年 有的正在修建 其中 有两处正在修建的地产项目 以大门紧闭 张贴出了停工通知 彭海新闻从多个官方信员过悉 目前 西安市成立了57个清查小组 正在对相关问题进行书理清查 南山堂郡施工现场大门紧闭 门上贴着停工告示 本文图片彭海新闻记者王剑图观无聊读 彻底查处秦陵北路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问题 由来已久 近年来也曾被各大媒体多次报道 并多次惊动高层 然而 问题依然存在 此次的整治工作备受重视 在7月30日召开的前林卫路 违规的别墅问题 专下整治工作动员部署大会上 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做动员讲话 陕西省长刘国中主持会议 并宣读省委 省政府关于落实协计品总书记 重要批示精神 对秦陵北路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问题 开展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 陕西省委 省政府及西安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西书出席此次会议 胡和平表示 要提高政治战备 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全面查找秦陵文规建别墅乱象 反映出的两个坚持维护不够坚决 不够有力 工作上不落实 不作为 乱作为 作为伤众之意识入化 扶在表面 在附带工作上发现问题能力不强 处理不严格不严肃等问题 努力为专项整治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刘国中在主持会议时要求 要坚持问题导向撞落时 真的违规建设 破坏生态等方面的问题 彻底查清 彻底排查 彻底整治 彻底查处 确保专项整治工作经得起检验 要拿出刀 任下内 刮骨疗伤的决心和勇气 马上行动 力说力改 实事求是 尽职尽责 推荐秦陵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历史问题妥善解决 新增问题坚决遏制 生态环境有效恢复 商术会议召开次日 7月31日 西安市召开秦陵北路 维建专项整治工作动员部署大会 57个青产小组组长参加了此次会议 陕西省委常委 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指出 此次大会既是动员部署会 也是一次政治纪律警示教育会 王永康强调 要铁卵整治 彻底遏制 金陵北路违规间别墅问题 以最大的水星全面查 以最坚决的态度严肃处 以最有力的措施彻底改 南山唐军项目广告牌 在建项目停工贷查 自此政治工作启动后 有西安媒体人在其公众号中写道 秦陵北路一直是围建重灾区 西安南部的中南山端更是有为严重 曾几何时 在中南山下拥有一住院子 一套房子是多少西安都市人的梦想 8月4日 澎湃新闻从长安区上王村附近出发 年路区车厦西行至户役区度家庄村附近 十几公里的路途旁别墅群落众多 如其湘西谷国嶺 高山流水 南山唐军 军山福贵 西安月子山水宅月等等 上述项目大多落落 在环山路与秦陵之间的山坡上 据多为当地层民介绍 这些别墅群有的已经建成十来年 有的正在修建 采取东林下 悠然 建南山吗 一位臣民脱口而出 陶渊明的这句诗 也被南山唐军 开发商 印在户外广告台上 吸引客户 讽刺的是 在他旁边的广告台上 印着良好生态环境是普惠民生福祉的句子 目前 这处名为南山唐军的项目大门紧闭 门上贴着停工字样 工地内已有建筑主体完成 工地大门旁公式来显示 该项目为南山唐军一期一标段 开发商为西安万业方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为9302平米 工程造价1.2亿元 开工日期为2017年1月16日 同样接触停工通知的还有西安院子 开发商陕西加油宣志业有限责任公司 7月25日接触的通知 趁公司于7月10日接政府通知 对秦陵区域进行全面核查 政府要求秦陵区域所有在建项目全部停工 全力配合接受政府的核查工作 此次停工的西西安院子二期项目 一名工地留守人员告诉澎湃新闻 主要问题是二期工程中超数规划进行维建 7月30日下午 政府部门联合执法来对维建区域进行了强制拆除 除此之外 秦陵山水项目也已停工 该项目将贴出长安区政府7月29日发布的通知 通知写实西安市正在秦陵北路生态环境保护区内进行维建专项整支排查 为确保各项取证资料准确无误 要求建设项目各单位立即停止一切建设活动 已建成项目立即停止销售秦陵清华山下的别墅项目提香西谷 曾出台实施多部法规政策 事实上秦陵北路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整支工作已开展多年 其中维建地产整支工作向来都是重点整支内容之一 并成立有相应机构彭海新闻查阅相关资料发现 早在2003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及发布 关于开展秦陵北路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整支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秦陵北路区域内从事房地产开发 修建商品住宅和私人别墅 对该通知下发钱已经通过立项建设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上外开工建设的 一律建制开工建设 已经开工建设或建成的 要从严监督实施三同时规定 不得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2004年10月 西安市秦陵北路生态海境保护专项整支工作 领导小组发布关于秦陵北路第二批开发建设项目审批处理意见 该意见除重申上述陕西省政府通知外 还对整支工作进行了细化 意见要求 环山路以南的项目 在对秦陵北路区域实施保护的前提条件下 可适度的建设 以旅游为内容的生态项目 坚决不允许建设别墅 商品住宅及进行营销的房地产开发类项目 所有类开工建设的项目 必须标根为旅游服务力项目 此后 陕西省政府出台 陕西省秦陵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并自2008年3月1月起 实施 该条例第54条规定 严格控制在秦陵进行房地产开发 在秦陵生态功能区的限制开发区和社区 的是人民政府划定的建设控制地在从事房地产开发 区经社区的是人民政府审批后 报省建设行政主本部门备案 2011年审议通过的达秦陵西安段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和达秦陵西安段保护利用总体规划 一队在秦陵北路区域实施房地产开发 做出明确要求和限制 25度坡线以上的区域 卫生态保护区和生态控制区 进行房地产开发 25度坡线至环山路 以北1000米 卫生态协调区 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 可点状组团式建设 以旅游度假 修行养生 生物培训 生态支柱 科技研发 其农村社区建设为主的项目 2013年10月1日起 实施的西安市秦陵生态环境保护条律规定 秦陵沙体坡脚线以上 进制开发商品住宅 别墅及其他形式的房地产项目